對十五歲女打手槍三次,退休消防應罪 案中十五歲的學生妹,就在兩個月前 在屯門河福堂興鐵站 撞上60歲退休消防員陳振成 當日早上7時,她等同學一起上學 誰知陳振成突然露駭 還要打手槍 最終陳振成走了,她亦沒有報警 翌日,她又見陳振成,又打手槍 為舉機想拍下她 但陳振成快到她拍不及,但她依然沒有報警 直到幾天後,她再撞上陳振成 雖然對方只是狡猾的庫浪 她又想拍下,但又被對方走得了 她才告訴老師和報警 最終在十一月中,她再撞上陳振成打手槍 剛巧也有兩個警察經過才拉到人 陳振成昨天承認了三項在公眾地方的位置行為 臉鋒透露她已退了五年,現在正在吃長糧 異婚,還有一對二十二和二十六歲的子女 現在正在找心理輔導 裁判官指她三次都對著同一個人 橫刮超過一個月,先撤取背景報告 橫壓到下個月21號判刑 一會兒 verdド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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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ドする